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大会 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出席大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出席大会 今天的人民大会堂大礼堂 灯火辉煌 气氛庄重而热烈 上午时时 贾庆林宣布纪念大会开始 全场高唱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 胡锦涛发表了重要讲话 胡锦涛说 一百年前 以薰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 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 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今天我们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生气缅怀 孙中山先生等辛亥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 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 为振兴中华而失智不欲的崇高精神 极力海内外中华儿女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福星 而共同奋斗 胡锦涛指出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 半封建社会 西方列强野蛮入侵 封建统治腐朽无能 国家战乱不已 人民饥寒交迫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遭受了事所罕见的深重苦难 辛亥革命的爆发 是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 振兴中华深切愿望的集中反应 也是当时中国人民 为旧王图存 而前赴后继 顽强斗争的集中体现 胡锦涛强调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 在他领导和影响下 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 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 有力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辛亥革命开创了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 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 为中华民族发展进步 探索了道路 胡锦涛说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攻击 标兵史策 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力牺牲的知识们 永远值得中国人民尊敬和纪念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真诚上 一座危然一律的里程碑 胡锦涛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 最坚定的支持者 最亲密的合作者 最忠实的继承者 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报复 经过二十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中国人民终于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孙中山先生 关于建设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和幸福生活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谱写了中国发展的辉煌篇章 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 辛亥革命先驱的美好憧憬 今天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胡锦涛强调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任重道远 我们要紧紧抓住 并切实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改革开放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继续团结奋斗 胡锦涛指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坚定不移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打下坚实基础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坚定不移 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 是巩固和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巩固和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 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 万众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同各国人民一道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 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努力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胡锦涛强调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大陆和台湾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 当今时代 两岸中国人面临着共同繁荣发展 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 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同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应该为两岸共同努力的目标 胡锦涛最后说 回首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历史 我们无比自豪 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我们信心百倍 我们呼吁全体中华儿女携起手来 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努力做出无愧于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 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的贡献 在时代进步洪流中 奋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贾庆林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 高度评价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 全面回顾了辛亥革命一百年来 中国人民百折不挠 顽强拼搏的奋斗历程 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进一步提出了发展两岸关系 促进国家完全统一的殷切希望 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继承和发扬辛亥革命精神 进一步凝聚全体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 代表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 中国侨联主席林军代表各人民团体 在大会上发言 表示要学习继承辛亥革命先贤 为振兴中华不懈奋斗的革命精神 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积极促进海内外同胞的大团结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出席纪念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 王刚 王乐泉 王兆国 王岐山 回梁玉 刘奇 刘元山 刘延东 李源潮 张德江 徐才厚 郭伯雄 李鹏 李瑞环 宋平 魏剑行 李兰青 曾庆红 罗干 何勇 令计划 王沪宁等 大会开始前 胡锦涛 吴邦国 温家宝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 会见了应邀参加大会的辛亥革命先辈后裔及有关方面代表并合影 胡锦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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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